那么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什么呢 是叫创意写作的基本观念 与写作工坊机制 从这个公元纪念来讲 可能我们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今天的活动 是中国第一个创意工坊制的活动 当然我们人太多了 我们是一个总工坊 今天我们就叫总公司 然后四天以后呢 我们就要分成十个左右的小工坊 叫分公司 然后每个分公司都会写东西 上传到总公司来 总公司再把你们推介出去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那么为什么我们是在整个中国 是第一个高校工坊制写作营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上海大学创意写作这个学科很厉害 我们在全国率先 就两三年前 两年前 接近三年了 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高校创意写作研究中心 然后又成立了中国高校第一个文学院级别的创意写作平台 现在呢 我们又是中国高校里面唯一的一个有创意写作创新学科的高校 所以呢 所以呢就可以在我们这诞生一个这样的写作工坊 大家说写作工坊有什么意思啊 有什么意思啊 写作工坊里面真能培养作家吗 哎我告诉大家在美国百分之八九十的普利策获奖人 百分之八九十的成名作家都来自于我们这样的工坊 啊 中国有一个女作家叫闫格林 最近几年非常厉害 哎 在美国 就是哥伦比亚写作坊出来的 张爱玲你们知道吗 哎 张爱玲在中国写作不算 到了美国还去了写作工坊 成名作家都去了 啊 成名作家都去了 还有我也在写东西 现在呢 我觉得我写的不够好 所以我也回到写作工坊里面来 跟你们一起训练 啊 我在这里面也不叫老师 待会我会说的 在工坊里面没有老师 好吗 所以呢 就写作工坊制 在这个地方 大家都应该自由平等 那么下面呢 我来说说我今天大致要讲的这个内容 第一个 写作学科 创意写作学科的问题 就是要回答你们到上海大学来 在文科里面能学什么的问题 啊 然后我们现在对写作学和创意写作学 有什么偏见 第三个 我们做这个事情 做这个事情 我们每个人脑子里要解决几个问题 大问题 还有呢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有什么样的架构框架指导我们 以及我们的视野要有哪些创新 哪些创新 这些是理论问题 然后呢 我们说我们要今天再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再也不能把大家当中学生的写作课来教了 啊 大家说我写作课我已经伤心透了啊 在逼着这个说瞎话啊 说不属于自己的话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呢 谁是第一个逼我们撒谎的人啊 啊 中小学语文老师 中学语文老师 结果呢 在腾讯和这个新浪上面得了十几万点击率 好多都是你们这样的学生 说哥老师说的太对了 我本来不会撒谎的 就是小学老师教我撒谎 第一次教我撒谎是教我写学雷锋 啊 啊 每次都教我写 识到了一枚针 啊 有一次我识到了一百块钱 他也不让我写 啊 为什么 真更能凸显我的伟大 啊 好吗 嗯 那么我们今天该怎么办 每个人在我们这都应该很欢乐 很放松 很放松 觉得在我们这里面是一个大家庭 啊 脑子开花 啊 身体也开花 我今天一看 我们这里面大多数男生跟男生做 女生跟女生做 啊 在我的小工房里面出现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允许的 难道我的手下都是同性恋吗 啊 啊 所以我要 我如果小工房以后我要让大家打破这个 跟你最喜欢的人做 啊 啊 实在你找不到你最喜欢的人 你坐在那 让喜欢你的人坐到你身边去 啊 那么下面呢 我来讲一讲 这个写作 创意写作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都知道 以前的写作学 是干什么用的 在古代呢 是让文人写了以后啊 去当官的 啊 写作学是当官的手段 学习写作是为了什么呢 考八古 重进士 重进士 然后在你们高中以前的写作是叫你们干什么的 还是考试 还是考试啊 还是考试 所以呢 以前的写作学主要是教大家拿去做一件事情 目的性非常明确 目的性非常明确 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逼着你们 逼着你们 要揣摩那个考试老师 揣摩那个考试老师 要怎么办 啊 要怎么办 这个 呃 然后写作的时候呢 不是考虑自己想写什么 而是考虑别人要我写什么 要我写什么 所以最近啊 我在那个我的那个腾讯博客上面 这个呃 发了一个手下留情 对学生的观点要有容忍度 对学生的语言 要有容忍度 包括上海的一位写作学专家 考前在报纸上放风 说谁写网络词汇 啊 比如说给力这样的词 扣分 我一下子吓得浑身直流汗 我说我儿子今年参加高中考 我立即写了一条博客 转载率大概是两千多条 啊 老师手下留情 这个呃 新语言 也不要 一定要扣分 一定要有扣分 因为每个人都有创造力 每个人都有创造新语言的能力 语言就是这样在民主的创造过程上能发展的 啊 所以 我们感觉到过去的写作跟我们不是一个事 我们要的不是一个事 那么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要三个特殊的东西 第一个 我们把创意写作首先定义成什么 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创造性活动 创造性活动 啊 不是写作 不是写作 最高的本质是创造性活动 每个人到我来 到到我们这来 首先要说的是 我是谁 我要干嘛 待会我说 我们会说的 每一个词都让你用我来开头 就对了 而不是说老师我对吗 老师我对吗 我写的对吗 我的观点对吗 不是这样的 到了这来你为王 我为王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有的同学说 老师啊 我这个在你们写作工坊上面 我只想睡觉 趴着睡觉 睡完了以后 我就等待我梦中出现灵感 然后我把梦记下来就成为我的创意写作材料 这样的人在我们创意写作营里面 能不能得到保护 能不能得到尊重 我们大家在那互相 这个启发 互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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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办法 促进对方的灵感 他到一边睡觉去了 行不行 也行 也行 懂吧 但是到最后给我拿来你的签证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第一是创造性活动 创造性活动 创造性活动跟我们过去的有目的的 然后是为了为了为了做官啊 或者是为了考试的那种那种过程写作 不是一回事 首先要做的就是激发每个人创造力 激发每个人 我是我自己的创造性意识 创造性意识 这个是其二的规约 才是把自己的创造性idea 创造性想法 甚至于一个梦境啊等等啊 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 这就是写作 记录在我们写作 创造性写作 创意写作当中 非常简单 我手写我口 就是一百年前胡适说的那个话 嘴巴怎么说 眼睛怎么看到的 就把它写下来 就是了 所以语言和文词在我们这儿 是最基础的 也是不被当作第一位来考虑的 那么第三个 当然不是我们今天和我们这个写作营最重要的 但是呢 我也要讲 我们今天的创意写作是在一个新的背景之下的 就是跟产业活动连在一起 大家有没有看到 沿着护太路 在我们这个上大路 护太路口 有一个动漫产业园 再往里面走 到那个问水路路口 又有一个动漫产业园 然后问水路向左拐 到了扎北工业园区里面 又是动漫产业园 就发现了什么问题啊 整个上海 整个上海 都很着急 到处都在搞什么 文化产业 尤其是迪斯尼引进中国 而且落户在上海 上海是继深圳以后 中国第二个叫创意城市 创意城市 然后上海的创意城市目标 是什么意思呢 要从现在占我们GDP的百分之五六 当然有统计口径啊 要未来要占到百分之十二 甚至又逐渐占到百分之十八 二十四左右 二十四左右 是什么意思呢 在上海创意产业这个地方 未来有三到四倍的空间 未来有三到四倍的空间 这个是我们要说的 然后创意写作写什么 这不是我的观点 是我从我们陈平教授那里面 推来偷来了 他的理论 他的叫三分法理论 还有我们许道军教授的理论 就是说呢 创意写作里面 有这样几个层面 一个呢叫欣赏类文本 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种 纯文学的写作 纯文学的写作 写了以后就是来来来 你看一下 看了以后你高兴吗 或者看了以后你流泪 感动了吗 感动了吗 就是这种 这种作品 像山楂树这样的 我们到里面去看 看了以后流泪一下 我们就解决问题了 最多是抓住边上的同学的手 如果是女生就更好 磨缩一下 两个人最后出来的时候 感情增加了 这就是我们的要求 然后生产类创意文本写作 生产类创意文本写作 还有工具类 功能文本的写作 功能文本的写作 我们就说呢 就是生产类创意文本的写作 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性的东西 我们说 你有一个非常疯狂的idea 这个idea可以拿到产业里面 去实现它 比如说这个有个同学 有的同学来说 告诉我一个疯狂的idea 我们要搞一个 公元三千年第一缕中国曙光 这个大型创意活动 在这个一千年以后我们搞它 一千年以后搞它 行不行 可以 可以 你把它写出来 你就到了创意产业的前端 创意产业的 这个呢 跟产业的结合更加紧密 马上就会产生活动 活动马上就会产生收益 产生收益 比欣赏类的文本更直接 欣赏类文本还要经过转接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 我们刚才介绍的 要经过这个李伟长啊 这个陆金波啊 他们去出版 然后呢 或者是经过这个徐大龙 他们啊 去发表 或者是经过何来乡 他们的这个 总裁他们啊 去落实 去落实 然后是工工具类的 我们都知道 相当于我们过去的应用写作 啊 那个现在呢 我们具体的讲一下 大家来这儿 创意写作营 到底有什么意思 啊 这个 呃 这个 我们这个创意写作营 有什么价值 啊 我们价值 把它往高里说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发展 有巨大的促进意义 为什么呢 未来的中国文学 不再是业余写作者的天堂了 我们知道八九十年代都是业余写作者 在闷在头底下写 写完了以后去发表 发表成名了以后 被我们中国作协收编 这么一个机制 啊 机制 那么今天呢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今天可能是在高校创意写作工坊当中 有目的的去培养 啊 所以我们刚才已经在我们的百分之一里面 挑出了一个人 说葛老师 我想写作 我想写作啊 这个很好 那么 以后呢 我们就会把这样的 有这样的同学再挑出来 挑出来 啊 把它培养成真正的能够写作的人 但是仅仅刚才我问的还是一半 一半 我现在还要问一个问题 有没有同学说 我学了这个大学文科 我将来想成为一个创意专家 我要到广告公司 影视公司 去给他们写创意文本 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有没有人举手 有没有人说 我说我来了以后 训练以后 我要将来去做这个工作 有没有人这样说 二年级 有没有人也这样说 哎呀 终于有了一位同学 终于有了同学 好 我也 我要送你一本 我的这个礼物 我的书 啊 我的书 我要 我的N种生活 这个让我成为 在第一个作家的人啊 希望你以后也会写这样的书 啊 这是 就是这本 我的 我的生活 写完了以后 我就成了一个作家了 印了八万多册 第一版 现在已经在 国内已经有四个版本 国外有一个版本 五个版本 印到多少不知道 因为很多出版商都不告诉我啊 不需要大家来参与 我弄好了 教育你就够了 现在文化是什么呢 是产业 而且要成为支柱性的产业 支柱性的产业 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个 一个idea是 在未来的三十年当中 我们这儿女生多 你们找男朋友 千万就在你身边找 尤其是我们这儿 凤毛麟角的几位男孩子 一定要抓住他们 为什么呢 前三十年 中国是什么人挣钱 房地产商挣钱 造锅子 造钢筋锅 造排油烟机的挣钱 这个炼钢铁的挣钱 为什么 制造业在中国很挣钱 我们向国外卖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汉水 就像我今天一样 我汉水 搭搭的在这儿讲课 卖汉水 其次 卖资源 铁矿石啊 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 我们的铁矿石已经没了 铜矿也没了 我们甚至于水泥矿 就是那个碳 那个碳山盖 那个石头也没了 未来我们卖不下去了 今天我们的这个汉水 也卖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我们的农村底层 劳工的工资也增长了 现在在上海 你要请一个技术性的工人 一天的工资在200人民币 未来这些 你做这些事情 就怎么样 就不挣钱了 未来三十年 真正挣钱的是什么人呢 我举个例子 极端一点的例子 张一谋这样的人 张一谋这样的人 亿万富翁啊 亿万富翁啊 不仅 不仅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股东 股东 还是很多未上市 潜在影响力的财富的持有人 大家知道他的印象系列吗 我在云南啊 本地啊 就看过他所有的 这个印象系列 说大部分的印象系列里面 就有他的股权 他股权啊 他创意产业的 最大特点是什么 你做完了一个 只要不断的copy 你就躺在家里挣钱 躺在家里挣钱 就像一本书 出版了以后 越卖 你不用付出劳动 越卖的多 你越挣钱 越卖的多 所以呢 最近两年 大家有没有看到 上市公司里面 越来越多的出版社 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 影视公司 我未来呢 未来呢 我可以预测 这样的公司的上市概率 会越来越高 在这样的领域里面 出现大富翁的几率 也越来越高 所以呢 以前我们的这个都是 那个文科的女生 都嫁到理工科去了 以后说不定我们要回流 看看身边的男生 是不是有一万富翁的面相 一万富翁的面相 好吧 这个是非常可能的 所以未来的产业里面 所以以后你们的就业概率 就业概率也会大大增加 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迪斯尼近上海 他会带动一个庞大的外围工作群 迪斯尼近上海不仅仅是个主题工业员 他还有一系列的出版社 比如说同书的出版 迪斯尼系列出版 然后是这个广告制作 还有影视 他还要落地一个迪斯尼电视频道 电视频道 所以这个领域里面将来呢 会非常大的就业机会 香港是间接带动了三十几万人 三十几万人 所以你们马上还有两年多毕业 要为这个东西做好准备 创意产业里面非常容易让你们成为一个真正有创造力 有自我成就的人 好吗 那么第三个我想说的是 整个中国的高校 整个中国高校的文科系统需要改革 需要改革 我们都知道高校在理工科系统里面 是承担了技术发动机 和科学思维的这个创造 创造机这样一个角色 在中国高校大致是这样 我们看到像一流的高校 每年的科技方面的 就是自然科学和理工科学方面的 科研经费 一般都在十个亿人民币以上 我们上大也是上亿 上亿的 但是呢 在过去的六十年当中 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六十年当中呢 就我们的文科系统到底在干什么 还真没人知道 所以刚才我问大家 大家都不敢说 我到这个上大中文系 上大文学院来 我到底想干什么 没人敢说 没人敢说 想不想成作家 大家吓得不敢说 为什么呢 这个大家吓得不敢说 都有道理的 昨天我看报纸 张新颖 复旦大学的教授 写张培衡老师的一个回忆文章 他说他进复旦大学的时候 张培衡教授正好在做系主任 张培衡教授 所有的讲话他都忘记了 只有张培衡教授讲的一句话 他记住了 说你们来了 现在我告诉你们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只要你们写好语言 学好文学史 中文系教你们搞研究 教你们搞研究 但是现在呢 我们要改 整个大学高校文科系统 要有一个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叫什么呢 教大家搞创造 搞idea的创新 思维创新 思维创新 这个在整个文科里面 creative writing 这个创意写作 就要承担这个功能 就要承担这个功能 以后在整个中国的文化创造过程当中 文化产业发展过程当中 承担这个发动机的角色 那么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 美苏冷战 美苏冷战 大家都以为 苏联人失败 是败在军事上面 很多人 百分之八九十的网络青年 都是这么看的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是错的 因为美苏冷战结束的时候 苏联的军工产业 在国内GDP的总值 百分之七十几以上 按照狼贤平的统计 百分之七十五 就是一百块钱的生产力 有七十五块钱生产了军工 军事肯定是苏联第一大工业 同时也是苏联 在全世界最强项 跟美国是不相上架 甚至于有一部分是超过美国的 但是苏联还是败掉了 苏联到最后败在什么上面呢 制造业它也不失败 军事也不败 败在什么上面呢 我们这儿有一位 有两位师兄师姐 一位是郑周明 我正好也把他介绍给大家 郑周明硕士 然后朱泽硕士 他也做我们的小班辅导员 工坊 他们会成为工坊的工头 跟你们工作 他们到时候就是拿鞭子 抽你们的人 他们两个人跟我一起翻译了一本书 就研究美国战后文学的这个教授叫马克 他的观点非常有吸引力 他的观点说美国是靠文化创意写作和创意产业战胜了苏联 典型的比较是在这个冷战结束的时候 苏联军工产业占75% 但是冷战结束的时候呢 美国军工产业在他的GDP比重没有多少上升 真正上升最快的是文化产业 他占到他们的整个GDP26% 广义文化产业 就是100块钱里面有256块钱是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 然后美国成了全世界输出他的文化 输出他的感情 输出他的人生理想 输出他们的幸福观念 输出他们的伊甸园梦想的国家 梦想的公家 全世界的梦工厂在美国 美国 这是美国获胜的关键 美国到今天为止 依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文化产业输出国 文化产业输出国 每一年他都在创造新的奇迹 就单篇 比如说美国好莱坞篇 单篇大篇的单篇GDP 每年他都在刷新 他都在刷新 当然了 附带着我们也说一下 中国电影业 从前年开始去年到去年 今年一直也在复兴当中 单篇的GDP产值也一直在刷新 几乎是没有编辑的 没有编辑的 从去年的子弹飞 前年的几部片子 都有这种情况 都在不断的刷新 所以我们就在说 从这个经验 未来如果说这个世界两极对抗的话 中国跟美国 是中国跟美国 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很多人很痛心 中国向东 被日本人顶了一把 在钓鱼岛 然后向南 现在菲律宾也来告我们了 越南也来告我们了 背后还有一个美国在撑腰 以后中国跟世界上哪一个 我们茫茫四顾 天下独孤 最后只有一个美国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要靠拳头去打他们 很容易 我们有一种说法 叫做我们现在实际上 13到16亿人口 每个人打一个喷嚏 美国就掀起台风 美国就掀起台风 但是大国 我们都是这样想的 要不战而屈人之兵 再说我们以其人之道 还制其人之身的话 美国当时战胜苏联 也不是拿导弹去打他们的 打完了把别人变成焦土 也不是我们这个仁义大国 要做的事情 也不符合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让他们知道我们有孔子 让他们知道我们有老子 让他还知道我们有上海大学 创意写作工坊 要做的是这个 要把我们的可口可乐 中国的可乐观念 中国的梦工厂 搬到他们那边去 美国人一想 哎呀 中国才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伊甸园 情感上 倾向于我们 美国 那个时候有一个美国总统说 咱们去跟中国去干一仗 然后每个美国人都说 我不去 中国人是我的好朋友 你这个打中国人是不对的 这就对了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要靠什么呢 靠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 我们要输出这个东西 我们以后再也不要输出 我们的汉水了 也再也不要输出我们的 这个铁矿石 铜矿石了 我们要输出我们的观念 我们要学谁呢 要学英国人 要学美国人 要学美国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